等一下,等一下,你慢一点,头上好多了,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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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过来,过来,人家,人家在那个啥呢? 你好啊,大家,今天我们今天要做第三段的一个故事,今天要做第三段的鹦鹉故事,是鹦鹉和凤凰的故事,对不对? 刚才那幅画呢?刚才那幅画在这儿,好,那我们现在呢,就让我们的爱丽丝小朋友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幅画,讲了什么? 这幅画讲了一个凤凰妈妈生了一个蛋在鸟窝里,然后,生了一只蛋在鸟窝里,然后呢,然后,这个是出来抢镜的,等一下,不要动,不要动,这个抢镜子,这是一个出来抢镜的,来,你不要抢镜头啊,好不好?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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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姐姐先把话说完,然后咱们再进来,好吗?啊,宝贝儿,嗯? 一只凤凤妈妈生了一只蛋在鸟窝里,有一天,蛋从窝里掉出来,跑到了很远的地方,一个农夫看到了它,把蛋带到了屋子里,然后有一天,蛋突然变成了婴儿凤凰,就是小凤凰, 然后农夫把它放了身,小凤凰在森林里找到了一只鹦鹉,它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,最后变成了好朋友的故事。 OK,今天我们做一个第三段,现在请露露姐姐来给我们示范,示范一下,嗯,就是写字的危机,我现在去拿,拿那个纸。 写字的危机,什么叫做写字的危机?是写中文字的危机吗?这些小朋友呢,他们是生活在美国,在美,有的都是在美国出生的,然后他们中文呢,真的是,真的是很弱,所以他们现在呢,想,可能是想要叫,叫我来教教他们怎么样把中文字写得好一点,那我们今天,嗯,来写一个第二段, 不是,第三段,第三段了,好,那今天是第三段,那今天我来教你写一个什么字呢,你想学写一个什么字,姐姐,我们在拍电影呢,对呀,我们在拍电影呢,这样我们就可以挣钱了,对,我们就可以挣钱了,耶,来,耶,如果一天拍电影,你一个小时会得到几块钱, 如果一天拍电影,如果一天拍电影,一个小时,应该能赚个五毛吧?五毛,才五毛?嗯。 好,那这样子好了,嗯,我们来写一个,嗯,我们来写一个,母妹,母妹,母妹,什么吧? 清风明月 今天天气还蛮好的 然后我们写一个阳光明媚吧 阳光明媚的早晨 行阳光明媚的早晨 那就写这几个字好吗 好那现在呢 你来帮我录一下这几个字 我来就是帮我 对这样子好了 就这样子 然后我来写好吗 你看你妹妹把这个桌子上弄得好脏啊 看看她在干嘛 你看看她在干嘛 你看看她在干嘛 这孩子 来叫阳光明媚的早晨 行那我们现在开始 哎呀这没有油了 阳光明媚的早晨 这个这个笔现在不太好用了 那我再慢慢的写啊 一笔一划的 这是阳 光 明 明媚 的 其实已经是中午了 不是我们世界 是他们现在的 现在是 是 那个凤凰宝宝